或者是說在另外一個地方 再弄一個環境 反正第一件事情 你解壓說懶人包之後 然後你就找到什麼Windows 就把這個地方設定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這裡面一定要有一個 Python的那個就是你的韓式庫的位置 那主要就是要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exe的位置 就是我們將來要run run我們鍵的這個module 那run這個module的話 需要跟它講我Python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個地方你一定要設定 否則的話你將來要run run的時候它就出錯了 比如說我今天之前有同學遇到這樣 就這邊沒有設定把它remove好了 如果remove掉 你會發現我現在run 應該run會失敗 它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它找不到說你那個Python的路徑 所以它還提示你說 你要不要手動 你要不要手動去config 你要不要設定一下 所以你按這個也是一樣 按這邊 它一樣會跳到這裡來 所以如果你剛剛沒有設定 在第一次執行run的時候 它一樣會跳到這邊 然後問你說 那你要不要找一下你的那個Python在哪裡 那我就一樣找到 我跟它講它在這裡 如果沒有它一定就不能run就對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做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建專案的時候 記得new的時候 用other 因為這個我們是額外的一個外掛 然後找到這個pydev的project 記得這邊一定要改成 這邊一定要createSrc 然後這邊一個test 版本的話把它改成3.6 finish 這邊就有了 記得在Src上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other的一個什麼module 那以後的話我們如果要建其他專案 就是基本單位就是module OK 所以底下不管你寫什麼啦 反正到網路爬蟲也許之後啦 反正基本上就是寫module就對了 就是在我們的Src的底下 建我們新的module OK 那我們已經有個p1了 那如果這個p1做好之後 它預設姿態小 原來這麼小 那怎麼辦 Ctrl-加 這個還蠻好用 Ctrl-減 OK 因為這樣的話 編輯起來就至少看的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還需要加一些中文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做print2 這個加總的結果 或者a加b的結果 冒號8 OK 所以我希望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敘述 特別注意喔 在python裡面文字的話是雙引號 或單引號 也就是你打單引號 跟雙引號都可以 當然看個人啦 我的習慣是用雙引號 為什麼 因為我在其他城市都用雙引號習慣 所以我這邊也用雙引號 但是你們看很多書本裡面都用單引號 你不要覺得奇怪 兩個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喔 只是看個人習慣 那我的習慣是雙引號 所以我以後呢 都用雙引號 OK 那你千萬不要 一個單一個雙不行 一定要兩個都一樣 那比如說後面的話我要加什麼 加總 結果 為 後面的話我就加 加總冒號 加總 冒號 OK 然後這樣的話一個敘述 不過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我先把這個複製一下 執行的話呢 他會出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就是說這個UTL8的編碼錯誤 為什麼 因為Equibus現在是裝Windows版 那Windows版的話呢 Windows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他很大 所以他其他的軟體公司 像Google啦 或其他的 像MySQL裡面 PHB 都基本上都用 UTL8了 但是微軟就是 死也不要跟人家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大嘛 想說你們都 你們很小嘛 所以 我為什麼要跟你 你為什麼不跟我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會有個問題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因為這個是Windows版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安裝的Equibus是Mac版 或者是Linux版 就不用設定 但是Windows版要 為什麼 因為你在Windows 那設定的方法 記得 在Windows裡面一樣 Preference這邊 剛剛是在PiDiv 請可以注意一下 不是在PiDiv 在最上面這個 General這個 點開來 裡面會有個Workspace 就是我們剛剛的開發環境裡面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下面有 最下面的地方 有一個叫什麼 它的Test File Encoding 就編碼方式有沒有 它預設就是用MS950 實際上就是我們常聽到 叫BigFile的編碼方式 OK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下面有個Other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Utl bar 那編碼就不會錯了 不然的話以後 很麻煩 你如果要在Windows版的Equibus 要Encoding成Utl bar 你要再加一些敘述 很麻煩 不如就直接改這裡就好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的話 這個Windows版才要 如果你以後 像之前有別班 是用Mac 他們用Mac開發 Mac上面的Equibus 就不用設定 這個要在這裡 General Workspace 裡面的這個Other 改一下 然後按一個Apply Close 關起來 好 不過你會發現 本來是那個MS950 轉換成Utl bar了 它就變亂了 所以怎麼辦 重打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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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OK我剛本來有複製 我想說直接貼 結果它沒辦法 OK好那直接重打一遍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把它執行一下 看Other OK呢 它會出現錯誤 剛剛的錯誤 不在了 所以接下來以後 請各位慢慢習慣一件事情 如果你程式有Bug 它會告訴你為什麼 所以再來你將來要學Python 你可能要慢慢學習 怎麼樣跟它相處 它如果錯了 它會告訴你 所以以後的話有錯 請各位先看懂下面的敘述 不要有錯 老師 然後每次都說 同學這上面已經告訴你錯在哪裡了 請你要學習看懂 以後就不用叫我了 OK好因為 除非說那個問題你真的看不懂 OK 不然 不過理論上 大部分出現的狀況 你應該看都看得懂 只是說它是英文的 它不是中文的 它這邊關鍵字就是 冒號前面是最重要的 它跟你講說錯在哪裡 錯在type type是什麼 資料型態 有沒有 L就是錯誤 就是你資料型態錯誤 好了 第一個線索 感覺好像在那個辦案一樣 柯南辦案 第一個線索 它提示給你 那你要 錯在哪裡 形態啊 我這邊加這邊啊 有什麼錯呢 你又要看到 後面它跟你講說 它說能夠把它串接 street 有沒有 street是什麼 就是字串 文字喔 文字 的話 你一定要提供的是一個 street 它說 not int的話呢 就是 數字 它已經告訴你了 好 詳細說明 意思是說 那應該有幾個 什麼意思呢 其實 這邊意思是說 這邊是一個文字 串接 這個意思是串接 你兩個要串在一起 可是後面這個是什麼呢 它是什麼 三 是一個整數嘛 整數就int喔 ok 這個也是int 所以int加int還是int ok 所以那個 龍生龍 鳳生鳳 ok 反正兩個加在一起 就是一個整 可是如果你要兩個串在一起 那不行 怎麼辦 記得喔 你要把這個後面的那 轉型 轉型的話 意思說 你要把數字 本來數字是八 你要變成這樣子 什麼 變成這樣子八 才能跟前面串 所以你要怎麼轉喔 這就是觀念其實不只是這裡喔 其實任何語言都一樣 連以色友裡面都有啊 以色友裡面如果你形態不對 兩邊V路凡數也是會 會比對不出正確的結果 所以呢 怎麼轉 很簡單 它這邊有提示喔 也就是你這邊只要多做一件事 在 A1S前面加一個STR STR 意思就是String String 就是自傳 String的這個 STR是 把什麼呢 數字轉換為 文字的一個函數 那我這個函數把它包在外面 這樣子的話 它就把八 轉換成文字八 那再跟前面串 這樣子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子應該就OK了 執行 加總冒號是不是八 有了 OK 那未來當然喔 我建議各位啦 你這邊加有沒有 你可以減 也可以什麼 乘 也可以除 甚至你後面隨便打一個 反正你再加一個C 加一個什麼都可以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除除 嗯 除除是什麼 你自己玩玩看 還有另外什麼 還有一個person person percent 就是百分比 百分比 percent的話 意思是什麼 對 求餘數 OK 就是 3除以5的餘數是多少 OK 那你自己可以把結果秀一下 或者你甚至可以 把這邊稍微改一下 OK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 有蠻多其他的用法 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主要一 第一 就是如果你要輸出中文的話 OK 如果你裡面有中文 你一定要先設定一個東西 就是在Windows裡面的preference 把General這個地方的workspace 改一下 如果你這個沒改的話 他就會出現什麼UTF8錯誤 OK 剛剛這個地方 不要轉了 轉了他好像會改成亂 OK 一定要把它改成UTF8 OK 這個問題 中文就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ANS後面要把它轉型 所以未來的話 蠻多地方一定要資料型態是正確的 比如說你將來要串接 一定要轉成文字 如果你要計算 比如說你是文字 你就要再把文字再轉成數字 才能夠做那個計算 這個轉型後面我們還會再講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透過一個簡單的範例 讓大家了解什麼呢 第一個啦 如何建立一個變數 那其實這個好處是 你不用宣告 以前要宣告 現在完全不用宣告 問題是那型態呢 他怎麼會知道你這個變數裡面是放哪一種型態 很簡單 你第一次放什麼 你放整數給他就變整數 你放一個字串他就是一個字串 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他就變float 他就變浮點了 如果你放一個日期時間 他就是日期時間 OK 就不用宣告了 反正你放什麼他就是什麼 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你的城市 可以少打好幾行 因為其實這樣宣告 以前每次宣告都要宣告一大堆 而且你還要想說這個變數到底 只能放什麼不能放什麼 不過這邊這個問題都不存在 不用宣告 OK 那VBA的話也是一樣 其實VBA有個好處也是不用宣告 變數反正就跟這個一樣 不用宣告 那不用宣告其實還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寫程式就可以少 少寫很多行 感覺程式突然變清爽了 OK 老師 像我們這邊的AMS 如果他沒有整除的話 他會是五點印傳數還是 他如果沒有整除 你是說用那個 這個是整除 那現在 3除以5 那等於我們今天第一個 就是環境建置了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也懂得呢 做Eclipse跟Python的串接 並且設定我們的編碼方式為UT68 然後再來就算數預算值的應用 那另外的話呢 最後稍微簡單說一下 那其實這個環境 懶人包其實 因為我已經幫各位把它簽定下來 可是如果將來你不要用我的懶人包 你希望自己去網路上自己去找 比如說我們不要Windows吧 假設你要有些東西是用Mac 或者用Ubuntu用Linus的話 那你要怎麼重新再建一個一樣的環境 其實也非常簡單 第一個 你可以到什麼 第一步就是有點像自助餐 我講過 我只是把那個自助餐先幫你們先弄好 你放旁邊了 OK這樣你們比較方便 第一個你要先去裝什麼 裝那個就是拍 你打一個Google Python 你這邊有個download 你可以去download到 那在Python裡面的話 理論上預設是Windows版 當然如果你要Linus版 或Mac版這邊也有 有沒有 你如果是環境不同 你就自己去抓 然後把它裝 裝起來的話 不安裝的時候的話 它可能會預設路徑很長一串 它可能是裝在什麼 哪一個users哪一個 底下很長一串 那我理論上我都是裝在根目錄 比如說低疊的Python的3732這樣子 比較好找 OK 裝一個Python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的Eclipse 如果你要手動裝的話 你也可以到什麼 到那個Google打一個那個 這個什麼Eclipse 打一個Eclipse OK這樣 Enter 然後呢 這邊的話會出現什麼 Eclipse的官網 就這一個 那裡面的話呢也會有Download 那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個Download 不過它這邊進來的話 預設就是直接Download 不過我是建議 因為預設這個版本 它比較龐大 它好像預設好像不知道哪一個 我習慣是Download 底下這邊有一個Download Package Download Package裡面可以讓你再選 那我的習慣 它預設好像是這個吧 就是Enterprise的版本 它的檔案好像300多Mate 那我這一次抓的好像 我是抓這個 Java的第三個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它的那個Windows版在這裡 如果你的 像現在蠻多人 我就蠻多用Mac的 你這邊有個Mac版本 然後有Linux版本 這邊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在不同的平台上去裝這個環境 也是一樣 第一步Python 第二步Eclipse 不過呢特別之外 Eclipse這個是什麼 Java的版本 那我一直想說 它會不會出一個Eclipse ID for Python 理論上應該是要有啦 不過目前還是沒有 不過在想說 會不會再過一段時間會出現 沒有的話怎麼辦 你就必須要自己加一個外掛 那怎麼加外掛 特別是喔 將來如果你要加外掛 請你到哪裡 到Helper Helper裡面有個 Install new software 你就告訴它說 我要增加一個 像我們那個PyDip 是我預先已經幫會裝好了 所以如果未來 你們自己下載 比如Linux版或Mac版 那你要裝那個外掛的話 記得喔 從哪裡呢 裡面 然後那個路徑的話 特別是 因為我在第一個單元裡面 這邊有一個路徑 就是那個 安裝外掛這裡 那那個的網址 就是PyDip的網址 就這一個 所以你想要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那個Eclipse裡面的 這個 那我也用一樣的好了 反正網址 Location 就這個 這個跟這個 你OK之後的話 然後呢 它就會跳出 你是不是要安裝外掛 那你就 是 然後就下一步下一步 它就幫你把那個PyDip 可以裝到 你的Eclipse裡面去 這樣子的話 你的環境就OK啦 不過因為 這個要花蠻多時間安裝 那所以呢 我懶人包就是跳過這一段 所以未來 如果你們回去 假如說你要自己 重新做一個環境 不是用我的懶人包的話 那步驟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一先到那個Python下載 二Eclipse 三的話呢 就 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後把它add 剛剛那個網址 下一步下一步 就OK 再來剩下來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一樣要建新專案 一樣要設定 那這些都固定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呢 這個部分OK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 第二個單元 所以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 剛剛那個加減乘除 那我剛剛講到 比較重要的 加減乘除 這個比較簡單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 是這個 percent這個 求於數 這個未來也會用到 然後呢 除除是求 除完之後的整數部分 這邊有 然後這個是指數 就是 7的二次方 那你可以寫成7乘乘2 那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關係運算值 比如說你要比較 兩個是不是一樣 或者 兩個是不是不一樣 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然後這樣 not and or 等等的 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 要接著來講 有關邏輯部分了 因為程式裡面一定有邏輯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寫個 什麼邏輯呢 比如說我今天要寫一個 年紀的判斷 那年紀的判斷要怎麼寫 比如說我今天要寫一支程式 讓它第一個請輸入年齡 那我要怎麼 接下來也許 就是1 我要在這邊 src上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新的專 新的module 所以一樣 other 找到module name的話呢 也許 我們給一個 這個打中文沒關係 我打個年齡 ok 如果我今天要判斷年齡 好 然後按finish 那這邊會跳 要不要template 都要cancer好了 這邊也cancer 然後你就把程式打在這裡 那因為 我先demo給各位看 這個是做完的 然後我就把這個 誒 run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run這個 它會出現什麼 如果我今天呢 run 請輸入年齡 有沒有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什麼 17歲 他會跳出什麼呢 未成年 ok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我今天是 18歲到30歲 是青年 31歲到65歲 是壯年 反之就是老年 那邏輯該怎麼寫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我剛剛講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 有關那個邏輯的部分了 畫面在 剛剛沒切 試一下這個部分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關那個 邏輯判斷 會多一個就是 如何讓使用者輸入 輸入一些外部的資料 這個是在第二個單元 所以如果你要找這一部分的程式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你要找雲端白板裡面的02 基本與法與結構控制 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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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